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能听到男主的呼吸声和咳嗽声 什么也看不到 接着男主划着了打火机 闪烁的火光下 我们看到男主因恐惧而圆瞪的眼睛 以及变形的表情 而他被关在一口棺材里 大叫 脚凳 挣扎都于事无补 打火机滑落 画面又陷入黑暗 原来男主是一名美国货车司机 在伊拉克遭到绑架后便不省人事 直到醒来 他发现自己被埋在沙漠中的一口棺材内 手上只有手机 打火机 手电筒 油笔和一把小刀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这部手机 绑匪特意留给他 方便两人取得联系 埋在沙漠里的棺材 想要推开棺材 简直比登天还难 更别说是在这样一个有力 且使不出的逼则环境中 既然这样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电话自救了 男主第一时间打给了911 电话也很顺利地被接通 男主抱着无限希望将情况一一说明 不料 这通电话却被当作是恶作剧 没有得到911的重视 下一个电话他打给了家里 但同样的结果不如人意 无论是妻子还是朋友 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 始终是这么三个字 请留言 在经过一番思索过后 男主又想到了另一颗救命稻草 FBI 说来也怪 就像和之前的警察局商量好了似的 FBI这边居然也问了许多 无关紧要的问题 然后没有鸟他 就连男主所在的公司 也是一声不吭地就挂断了电话 眼看着手机信号时有时无 再加上快要耗完的电量 男主绝望极了 就在这时候 跟绑架他的人对上话了 男主震惊之余 还对绑匪残存了一丝丝希望 不断解释自己和任何军事战略无关 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司机 对方直接撂上一句 今晚9点给我500万 否则你就会像狗一样埋在那 原来只是要钱 那这事应该好办 男主继续打电话 终于联系上了伊拉克人质解救小组 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 政府部门以美国政府永不和恐怖分子谈判为由 拒绝为男主支付500万美元的赎金 鼓励男主和恐怖分子斗志斗勇 为政府争取定位手机 解救他的时间 而好消息就是 解救小组组长丹 告诉男主 他们曾经从绑匪手中成功解救出很多人 让男主放心 于是 当绑匪再次打电话来的时候 男主拒不配合 表示搞不定政府 绑匪被激怒 要求男主录视频发到网上 有了舆论效果 政府就一定会付赎金 男主给丹回电话 丹强烈制止了拍视频的建议 不希望此事上升为国际问题 男主恍然大悟 政府此刻并没有将自己公民的安危 放在首位 他们更在意的是国际声誉 阻止拍视频 也只是为了掩盖政府的不作为 绑匪再次发来消息 照片上 男主的同事被枪指着头 男主无法对朝夕相处的同事视而不见 拍了视频发给绑匪 等待救援的间隙 男主的生命又受到了新朋友的威胁 棺材里不知什么时候爬进了一条蛇 钻进了无处躲藏的男主的裤管 冰凉的触感 让男主紧张的窒息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才暂时安全 久久得不到赎金的绑匪 抱了男主同事的头 并将视频发给了男主 画面极其残 工具扑面而来 仿佛已经看到了人生的终点 男主将匕首缓缓抵在脖子上 准备结束悲惨的生命 就在刀尖即将刺破皮肤的关头 儿子的声音在头脑中回响 对儿子的无限思念 让男主扔下了刀 此时周围发生爆炸 棺材破损 沙子疯狂地灌了进来 速度非常快 用不了多久 男主便会窒息而死 然而 在男主手忙脚乱地 想办法堵住沙子的时候 接到了公司打来的电话 告诉男主 由于他违反公司条例 和员工谈恋爱 即刻起已被公司解雇 而之所以给男主 扣了这样一个 莫须有的罪名的目的 就是为了撇清 他和公司的关系 够讽刺的吧 此时男主已经完全了解 自己的处境了 哽咽着用手机录下了遗嘱 沙子继续往下掉 突然棺材盖被掀开了 刺眼的强光射进了 救援队员赶到了 原来 只是男主因缺氧而产生的换句 真一麻贵 关键时刻 单打来了电话 告诉男主 他们抓到了一个 知道男主所埋地点的反叛者 正在赶过了 紧接着 是很多人一起挖沙子的声音 男主拼命将口鼻抬高 躲避已经来到脸上的沙子 哀求他们快一点 再快一点 他就快不能呼吸了 突然 电话里安静了下来 所有动作都停止 单抱歉地告诉男主 的棺材 而是别处的另一棵棺材 男主懵逼了 机器 电影黑屏 全片完 恭喜你 节省了一个半小时 又看完一部电影 男主最后还是挂了 好无力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 是这个世界带给人的绝望 这场幽闭空间独角戏 所释放的广阔社会图景 和人性隐喻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观影预期 当一个鲜活的生命 与所谓国家尊严 集团利益狭路相逢的时候 个人渺小地等同于无 每一个人都在黑暗幽闭的困局中 苟延残喘 挣扎求生 而僵硬的体质 自私冷漠的人际关系 才是真正不寒而栗的刽子手 置人于更冰冷的绝望 人生就是一场活埋 沙石巨像 每个人都得靠自己 左手温暖右手 听故事 聊电影 更多一个演员 一个场景 一口气拍到底的一根金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讲 喜欢扁斗的解说 别忘了点赞分享 关注留言 扫码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见片投稿合作 期见了 拜拜